当立军走的时候 那个照片落差很大 我们不看到还好 看到之后会想到很多问题 所以说一个人要不要这么出名 要不要这么优秀 一个人就是太漂亮太优秀了 那你不是任何人的妻子 就像一个最好的最珍贵的一个文物 古董 它永远是在博物 它是大家的 不是某一个人 所以说什么群花啊笑花 这些当然孩子们纯真的时候 拿这个当个玩笑 一乐就过去了 但是真正这个词 你到社会上这不是好词 所以说这个这个人 老是在这种纯真幼稚 老子说让你回到婴儿 不是说让你那么幼稚 而是说你从看山是山 到不是山 再到是山 就是难得糊涂 到最后或者说装糊涂 我自在的就认为这个事 非礼无事 非礼无停 从心所欲不予起 这个你要是理解不到 就反复多听两遍这几句话 多想一想 这个女人 她在国外最后晚年的时候 因为太火了 逃得多外多清静 而且就需要那种淳朴 相当的找了一个农村的 外国的 德国的 一看到面貌简直是 就不用算 跟这个人就好不了 怎么样 走的时候 这还有一个巴掌印 是吧 医学诊断是哮喘 凑死 这套会 人都看不到 没有了 这个故事 就从此就结束了 一代巨星 她的歌声 现在还在传唱 还有她的很多歌迷 很惋惜 所以说女人 到底要不要 漂亮 美 这固然是要 女威越急着容 越给谁 你越给大家 那你难免着风引蝶 就只贪图你的外表 谁真正对你好 给谁看 很奇怪 现在就是 我打扮在家里 最丑的一面 留给先生 出去 我就化妆 不管到哪 我也不分场 我这要出门 就几个小时 先准备 你看这个 为什么很多高官 他的气质都很丑 福禄常在丑人边 是有道理 我们从 这个 命理的角度解释 石神伤官 他是谢秀的 他是主外表的 华美 这是什么神 是克制官杀的 官杀就是你的丈夫 华国情人 蝙蝠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桃花 子武盟友 代表桃花 词正位 桃花在古代 不是一个好词 现在动不动住 你有桃花 简直是 就是拿自己开玩笑 拿别人开玩笑 桃花他主 人缘好 没错 但是在 异性 在另一方面 那你就尤其注意 桃花节 桃花煞 桃花酒 现在又出来 墙内墙外滚浪 什么什么的 所以说 红颜薄味 你懂了吗 那只在外表 花瓶 也会引来 很多的异性 那各种极端的事情 全都出现